在上一期的节目就给各位分享了AMD Ryzen 9 9950X 3D 非常惊艳的能耗比表现 这就让我非常好奇用风冷压9950X 3D 会是个怎么样的体验 而正好 Velkeri 瓦尔基里在得知我的想法之后 给我发了一整套他们家最新推出的风冷产品 从最入门的单塔式热管风冷 到最旗舰的巨型双塔风冷 而且还是带屏幕显示功能的 另外还有其他像是单塔双风扇 巨型双塔140风扇单塔以及双塔双风扇 反正就是我想要测试的风冷种类都刚好一一匹配了 本期节目我将全面给各位好好分享AMD Ryzen 9 9950X 3D 在各种风冷散热器上的实际体验 在节目正式开始前 势必要和各位好好分享这一款带屏幕显示的巨型双塔风冷 DX140 这算得上是VK首次推出旗舰级别的风冷产品 最特特的一点自来就是顶盖这一块4.3英寸 16比9比例的巨型显示屏 并通过磁吸的方式吸附在散热器顶盖位置 它的分辨率为482x272 搭配VK自家的Mixcoo软件 能够制定一个式各样的显示风格 除了屏幕以外 上游器本体的规格也非常亮眼 采用了8根高性能D型复合热管的设计 同时配备了两把高性能风扇组合 中间这把U135能够提供108CFM的风量 前置的S12则是能提供81.68CFM 并且这次还分别推出了两种不同底座的版本 一种是适配Intel Core 1334代的V2底座版本 另一种则是适配Intel Core Ultra与AMD平台的纯屏底座版 根据不同平台选择对应的版本能够更好的贴合CPU表面 并快速带走热量 当然待会也会分别为两种不同底座的版本一并进行测试 好看看它们的差异究竟有多少 作为VCAP瓦尔基里加的旗舰级风冷产品 它的包装用料与附届自然是一如细网的诚意十足 当然除了DX140之外 VCAP瓦尔基里也在这次推出了非常多不同规格的风冷产品 涵盖的款式从最基础的百元风冷到这一款旗舰级DS140 相信里面势必会有适合你的散热器产品 感兴趣的朋友也不妨了解这些新品的详细吧 这次打算用来测试AMD Ryzen 99950X3D的风冷款式 涵盖了从单塔到旗舰级140双塔一共9个款式 所谓前面提到的DX140标准版以及DX140定制版 我还加入了猫头鹰D15G2标准版用来进行同级别横向对比 其他的风冷款式包括了双塔双风扇的E11125 后单塔带屏风了R125L 140单塔封了C1140 带屏单塔双风扇风冷ML125 单塔双风扇风冷C11125 以及最入门的单塔四热管直触风冷AQ125 这次平台依旧还是上一期的微星MSI三件套 配置列表我就不多介绍了 大家自己参考就好 测试方式是采用Cinebench R23多核心跑分测试 进行连续10次的跑分并记录每次得分后的平均分表现 10次的平均分得分最高的是DX140定制版 还在后面的是猫头鹰D15G2标准版以及DX140标准版 另外双塔双风扇的E11125表现也不防多浪 和猫头鹰D15G2标准版以及DX140标准版的差异并不多 而其他单塔风扇的表现明显都落后了一档 均都没达到43400分以上 并且都在4300-4300分左右的成绩 各自的差异不是特别明显 其中最有趣的是最便宜的单塔四热管直触风冷AQ125 成绩比起单塔六热管同时还是双风扇的C1125更好 你们真的没看错 不到百元的单塔四热管风冷压制16核的9950X3D 居然还能做到43200分以上的成绩 当然只看分数表现肯定是不够的 所以我也记录了各款三热器的功耗压制表现 基本上均能达到240W以上的成绩 属于是能够满足9950X3D的性能释放功耗 最后来看看他们的温度表现好了 温度表现的成绩和得分表现基本成正比 双塔风扇规格的温度明显都会好上一档以上 特别是DS140定制版以不到88度的优异成绩 比起DS140标准版好上了3度以上 同样比起猫头应D15G2标准版好了3度 另外也要申明一下 猫头应D15G2标准版是已经采用7毫米便宜安装 因此温度表现会更加理想的 继续回看温度表现可以发现得到 AQ125的温度稍微比一种单塔风冷稍好一些 或许屏幕前的你还是会怀疑 一个单塔四热管风冷居然能压9950X3D 而且还比一些规格更好的型号更为理想 所以呢我也准备了一段画面给大家 OK你们现在看得到现在的室温是26.7 然后是32%的湿度 现在看得到我在跑着CNBash R23 已经有10分钟了 9800X3D 然后平均频率是在5G左右 目前的温度95度 250W 然后现在应该是在跑着最后一轮的跑分 我们看一下 43068 但是呢 这只是一个百元四热管的单塔风冷 AQ125之所以会有不错的表现 那是因为热管之处底座比起常规同底底座会更加平整一些 因此在AMD平台和CPU会有更好的铁合度 这也印证了网上流传的热管之处底座最AMD CPU更友好的传闻 只不过更好的铁合度只能让CPU热量更快带走 并不是散热表现更好 随着长时间高负载压力时去进行 散热压力其实是在塔体本身身上 因此即便不是热管之处 也能够以更好的塔体规格与风扇性能 在长时间负载下保持优秀的散热性能 所以不要盲目觉得热管之处就是网道 当然仅平行MH223的跑分还是无法量化日常使用的体验表现 因此我接下来就进行了4款游戏的实测对比 来看看这几款散热器在游戏体验里的散热表现 分别有网游戏S2和DOTA2 以及当机游戏赛博本格2077和黑神话悟空 游戏阵数实测的部分 各款散热器的表现基本上大差不差 因此这里我就不多说明 仅整理了数据公布于此 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自行参考 我将重点放在CPU的温度表现上 在CS2里的温度对比情况 几乎复刻了Cinebench R23跑分时的对比 DS140定制版以略微不到60度的成绩排在第一 其他的双塔风冷均在60度出头的成绩 而单塔风冷的温度表现均都在63度左右 千万到DOTA2的情况依旧不变 DS140定制版还是以60.5度的成绩 略微领先一众双塔风冷 其他的单塔风冷则是都在64度左右 然后是S1PF2077 这时候就稍微有点变化了 虽然DS140定制版依旧稳稳排在最前面 但老二猫头鹰D15G2标准版的成绩就落后一些了 甚至还不及双塔双风扇的11125 其他一众单塔风冷依旧还是落后一档 均都在68-69度左右 最后是黑熊袜悟空 双塔与单塔规格差异拉开了不少 所以双塔风冷均不到60度 而单塔风冷都在62-64度左右 虽然在游戏表现上 所有塔式风冷均都表现出了非常不错的散热表现 没有一款散热器达到65度以上 但由于受到机箱风道 室温与湿度以及测试时长 甚至是散热器体质的影响 最终的测试成绩仅供参考 总结这次的AMD Ryzer 99950X3D使用各种风冷下的体验 我刚才其实觉得对于9950X3D来说 还是会比较推荐选择双塔双风扇的风冷规格 才能在长时间使用上有更好的体验 此外本次因为测试的散热器众多 没能进行更长时间的测试项目 感到抱歉和遗憾 但当塔式热管风轮居然能让9950X3D 在高负载时保持正常的性能释放 这点还是让我感到惊喜的 当然最惊喜的还是DS140定制版 完全相同的塔体规格与设计 搭配完全相同的风扇组合 仅凭底座设计的不同 却得到了非常显著的影响 看来日后各大厂家也能参考一下 推出专用平台的定制版底座了 其他不愿意9950X3D的高能耗比特性 让风扇使用变得可靠与完全可用 甚至并非一定得用到旗舰级风扇 只要规格不是太差 还是能够选择高性价比的 双塔风扇搭配使用的 而这次Velka的瓦尔基里 推出的一众风扇新品 它们的表现都相当的出色 又以为入门的那几款 会完全无法压制9950X3D 却没想到给了我不少惊喜 看来VK的确是下足了不少功夫在这些新品上 当然从本次的测试也能发现 AMD Ryzer 9950X3D的确有着非常优异的发热控制 让绝大多数风扇使用都能够有非常理想的表现 最后我想还是会有不少人期待 关于AMD Ryzer 9950X3D的调试分享教程 我也在筹备当中了 只是接下来就要到台北出席一年一度的 Computex 2025台北国际电脑展 所以关于9950X3D的调试教程 就等我从台北回来了再给各位制作分享好了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了 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支持 也希望本期节目的内容会对你们有所帮助 喜欢这期视频的朋友也不妨给个一键三连 觉得内容有用的新观众也不妨关注我的频道 并观看频道内的其他节目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